好下来我们讲第四节常见的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就比我们刚才所讲的一般心理问题 严重心理问题 以及呢不良的行为严重多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呢是因各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 引发的心理功能失调和行为异常现象 心理功能失调行为异常现象 就在这个时候就回到了大家平常所认为的 这个人有心理问题 其实指的就是心理障碍 有心理问题 那么即任何因素导致个体的行为显著的干嘛 偏离常态 出现精神痛苦和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异常状态 所以我们把它叫精神障碍或者心理障碍 那么在这的话呢 老师把心理障碍和前面的一般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 老师呢包括那个不良的行为做一个比较 那个的话大家都觉得还正常 你比如说一件事情让我不开心了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说要帮助他慢慢的出来 一些人行为他有网瘾等等的不良的行为 我们也是觉得他可以是理解的 只要把行为改正就可以了 但是呢只有到心理障碍的时候 大家才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心里有病了 因为呢他会出现这个 就是行为异常现象 那么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呢 我们来看一下没有明显原因引发的心理障碍 既不是脑和躯体疾病引发的 也不是遭受严重的心理社会应急引发的心理障碍 既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病原性的原发性的心理障碍 这会有个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 它跟心理障碍的一个区别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心理障碍是由外在的这些原因 可能呢引发的就各种的原因所引发的 那么对一些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 它可能没有明显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遗传 所以我们一般会啊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精神分裂 我们会查三代 看看姨姨奶奶姥姥爷这一代和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 爸爸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 我们这一代还有没有 但是呢就会有那么一些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他就没有现实的原因 你像那精神疾病啊 他的那个爆发可能就是个遗传 他就我们叫什么样 内缘性或者原发性的 没有很明显的外界刺激 但是我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些呢 跟遗传是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严重的抑郁 也会有很大的遗传性 假如说我们的母系的 这个就是这个体系里边 有人有产后抑郁 那么我们得产后抑郁的 这个可能性 他就会就会有很大的 一个就是说 几率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给他叫做心理疾病 或者是精神疾病 好 我们来看一下心理障碍的诊断 需要关注 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有应急因素 是否存在足以引起心理异常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 就是我们要找原因嘛 有没有 生物方面的 有可能就是遗传 或者是我们的脑出现了问题 或者某些疾病 导致我们的内非密出现了问题 我们要找 还是心理问题 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我们心理失衡 或者呢 是出现了一些 就周围社会环境 比如说天灾 人祸 社会环境 我们先呢 也看看有没有 第二呢 我们看看心理异常的表现 形式与内容 就是说 它是否与应急因素相关 是否与应急因素相关 是不是就是说因果关系 第三个呢 这个心理异常 是否造成当事人的精神痛苦 和社会功能损害了 就让我非常痛苦 而且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了 第四个呢 它持续的时间 以影响因素 所以我们来判断 你是否是心理障碍 会从这四个方面 来做一个判断 OK 那么老师呢 把上面的 老师再来 给到大家一个判断 判断是三个判断 就是说 是否是心理障碍 我们有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就是说 它是否是少数现象 是不是大家都这样 我是不是少数现象 第二个 是否影响到我 当事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或者让我痛苦 第三个 就标准呢 就是说 是否导致当事人心理功能紊乱 什么是心理功能紊乱呢 就是 我对客观事情的看法 有偏差 这三个同时满足 它就叫 心理障碍 所以刚才我们 有一个四个标准 老师刚才又给到大家 三个标准 其实都可以啊 三个标准是标简单一点 那么常见的心理障碍类型呢 一 焦虑障碍 焦虑障碍 焦虑障碍包括了这么多 广泛性焦虑障碍 然后呢 精控障碍 强迫症 疑病症 恐惧症 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 啊 等等的 那么 这个焦虑障碍的话 它一般会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比如说 我的情绪 在我的情绪方面 啊 所以呢 我就感觉到 非常的 啊 就是 可以说焦躁 担心 慌恐 啊 同时还体现在我的运动方面 比如说 我会啊 坐立不安 啊就是坐卧不宁 啊 它会体现在躯体方面 躯体方面的话 有的人会 啊 就是脑袋发空 出汗 啊 颤抖 等等的 啊 这就叫 啊 心理障碍 而且到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个焦虑障碍呢 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 生活工作和学习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叫心境障碍 心境障碍 我们在前面 老师专门 在讲心境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心境是一个温弱的 而且不断持久的 持续的 一种心理状态 你好像总是摆脱不了它 那么心境障碍就包括了抑郁症 啊 躁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 所以对于他来说 我们想要改变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一个人是否会得抑郁症啊 就是老师要让大家回答三个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 我确定我是个值得爱的可爱的人 第二个问题啊 我确定我是个有用的啊 有价值的被需要的人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啊 是我确定我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是我自己可以来选择和掌控的 啊 如果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们就不容易得抑郁啊 如果说三个问题的回答都不是肯定的 那么啊 我们可能就会有啊 这个比较严重的抑郁 因为抑郁就是把这三个都打没了啊 这叫心境障碍 那么还有应急障碍啊 应急障碍的话呢 是由于啊 一些生活事件就强烈的啊 就是心理或者社会环境引发的天灾人祸 梁山山火啊 呃 当时武汉的疫情啊 去年武汉的疫情 那么这个呢造成了很多人出现了应急障碍 或者呢 他最后造成了应急后创伤啊 就是应急创伤障碍就是PTSD 就是说啊 这个就是 他会导致我呢 不由自主的啊 就来闪回 就是那个痛苦的场景会不断的出现 啊 他会啊 让我呢 会 回避啊 就是原来发生这些事情的一些长河啊 这个叫创伤后应急障碍 所以呢 他给我们所造成的啊 这些啊 就是应急障碍呢 可能持续的时间都会比较长 我记得梁山山火的时候呢 啊 有很多的啊 这些官兵啊 他的就是一回来之后就已经开始做噩梦了啊 就已经不能够黑安然的来睡觉了 就是啊 应急后创伤障碍那么快就形成了 还有呢 就心理啊 生理的功能障碍 心理功能障碍的话 这会主要我们讲了 这个近视障碍 睡眠障碍和性功能障碍 其实我们很多的心生疾病 他呢 也属于心理生理功能障碍 啊 近视障碍的话 啊 他会是会有这个心静性厌食和贪食 啊 有的人会暴音暴食 暴食完之后呢 又又抠 让自己再吐出来啊 那么还有这个睡眠障碍 像这个失眠症啊 等等的 那么我们啊 对这个失眠障碍的一个治疗 可以配合药物啊 然后呢 加上我们现在的喜马拉雅上面 APP上面 有很多的催眠音乐 和放松的音乐 冥想的音乐 他其实有利于来治疗啊 失眠的啊 那么第三呢 是性功能障碍 其实现在啊 因为老师是做心理咨询 尤其是做这个两性关系这块的 有很多的这个性功能障碍 它是一定要配合 啊 这个心理治疗的 啊 其实药物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啊 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呢 都归结为 啊 因为心理原因 引起的啊 生理的功能下降 生理的功能受损 啊 我们把它叫做心理 生理的功能障碍 那么第五个是啊 就是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 它有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 与遗传因素有关 像现在反社会 人格障碍 我们现在呢 啊 就是没有办法 呃 来说 我们会说啊 它呢 属于就是天生的啊 就是犯罪性人格障碍者 所以它给我们的遗传因素有关 啊 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大脑损伤 以及早期教养造成的 你比如说啊 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 不断地被爸爸妈妈 这个贬低和打 那么这个孩子呢 可能会长大或偏制性人格障碍 啊 还有我们生活环境 等心理的社会因素啊 就是大家还记得 那个河北的 就是那个小伙子啊 是妈妈不是被 那个邻居给打死了吗 啊 就是他看到了妈妈被 发检的 那个场景啊 最后自己 呃 当兵回来啊 就就报仇嘛 啊 其实这个就是啊 他的这个生活环境 这种社会因素 所造成的 那么人格障碍呢 就是说 这些人啊 这个我们说 这个人已经出问题了 啊 人他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有这个偏制性人格障碍 反社会人格障碍 冲动性人格障碍 啊 分裂样啊 焦虑啊 边缘性人格障碍 啊 偏制性人格障碍 老师认为是比较可怕的 啊 偏制性人格障碍 他说 啊 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么他一定会来的 就这件事情 他就会一直钻到牛角尖里面 他出不来 啊 这个是 人格障碍 还有呢 精神病性的障碍 啊 精神病性的障碍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分裂 啊 可以说叫精神分裂 那么精神分裂呢 一般起病呢 啊 多起病于轻壮年 啊 嗯 其实对于呃 翻译老师处理的一些案例啊 如果说家里有精神分裂的遗传的话呢 好像在 初二左右的 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啊 就是已经有一些症状就出现了 所以精神啊 就是分裂啊 我们叫精神病性障碍 他至少有这么几个特征啊 第一个特征呢 啊 就是他会出现一些幻觉 啊 尤其是 哎呀 我听到有人说我不好 啊 出现一些幻觉 啊 那么第二点呢 他会有妄想 有被害妄想 关系妄想 他会有些妄想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自知力缺失 就他所妄想的这些事情 你告诉他啊 这些事情 就是你你说的 哎 这个都是你的妄想 他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他啊 他会认为是真的 你怎么着都说服不了他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他的情绪啊 就是容易不稳定 要么容易激惹 就是一句话 就有可能 一下子让他脾气起来 或者呢 有时候会让他特别的低沉 啊 这个是精神病性障碍 啊 他的四个特征 大家需要来注意到 像到这个 心理障碍的话 老师就不建议我们 非专业人员来进行干预了 啊 只是说我们要记住 他的这些特征 啊 包括呢 知道他 引发的一些原因 可以给到我们当事人家属 或者当事人一些建议 啊 让他呢 去正规的医院去求医 啊 那么我们 作为健康管理师 我们是管不了的 但是我们需要来了解 而且我们还可以预防嘛 啊 可以预防 你比如说 对于人格障碍 啊 你以后要对别人进行管理的时候 啊 你就可以给他讲 然后告诉他 啊 在就是从小啊 就要对孩子 要进行保护 避免他遭受一些啊 大的伤害啊 像那个应急障碍啊 当遇到了一些 呃 大的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呢 我们要赶紧 给他进行及时的干预 而我们24小时是最佳的干预事件 你要对他进行干预 那么就避免他啊 加重他的这个应急障碍啊 好 那么心理障碍的评估方法啊 老师给到了一些量表 因为到底我是不是啊 到底我该怎么评估啊 老师给了几个简单的量表啊 一个是SAS SAS呢 叫啊 就是20项啊 焦虑测评量表 如果你觉得老师 我现在是不是焦虑 其实在网上就有20道题 啊 你来做一下 做一下之后呢 你看看你在哪一个范围 你对自己就有了解了 如果老师 我现在感觉到我抑郁 那你就在网上查 SDS抑郁量表啊 然后也看看自己的程度 那么第三个呢 是SCL-90 SCL-90呢 它属于什么呀 它属于啊 我们心理的体检量表 就像我们要做身体的体检的话 它会给你整个来一套 如果说 哎我老师啊 我现在想知道 我的心理状态如何 那你就做SCL-90 在医院里边就做 一般情况下 就是50到100块钱吧 就是医院不同的收费 它会从10个方面 对你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呢 做一个评估 如果你说老师啊 这个人我觉得他精神有问题 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那怎么办 那就到医院里边去做MMPI MMPI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量表 它呢 或者567道题 它呢 要通过300多题 它就能够测出来 你是否会得了 这个精神方面的障碍 所以说呢 你可以用到这几个量表 下面老师给大家很简单的来做一个测试吧 就是焦虑状态 90秒 四问题 一 你认为你是个很容易焦虑或者紧张的人吗 二 最近一段时间 你是否比平时更感到焦虑或者忐忑不安 三 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或情景 更容易使得你紧张或者焦虑 四 你曾经有过镜孔发作吗 你突然发生的强烈不适 或者是心慌 眩晕 感到憋气或者呼吸困难 如果四个问题你都回答是 或者我们有两项以上 这需要进一步做精神检查和诊断 如果你四个都回答是的话 那就比较严重了 这是简单的90秒 四个问题 我们再看抑郁 也是90秒 四个问题 一 过去几周或者是几个月 你是否感到无精大财 伤感 或者对生活的乐趣会减少 二 除了不开心之外 是否比平时更加的悲观 或者想哭 四 经常有早醒吗 事实上不需要那么早醒来 在这老师要说一下 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早上严重 到下午 晚上会清一些 所以早上会比较严重 他为什么醒来 他不是想醒来 他满脑子 关子 就是 醒来之后会想的很多 反而 就是 不想起来 就是有很多的 问题 反而是在 早上出来 所以早上要重 好 第四 近来 是否经常想到 活着 没有意思 如果四个都回答的是 那你就赶紧进一步 来做这个精神的检查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所以老师说 是否抑郁 来结合刚才老师说的三个问题 我是否是一个 值得爱的 可爱的人 我是否是一个 有用的 有价值的 被需要的人 我的未来 是否有希望的 是否由我来选择和掌控的 这个三个问题呢 也可以配合你 来做你自己 是否抑郁的 一个测评